好,來到18年第24條,又看看誰適合 他們有四種說法,我們對一對 第一個說法就是,Don't worry,你看到一棵種植物是放在那裡 然後根底是石屍的石屍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Don't worry 因為Oxygen produced in the leaves can be transported 記住,這個是錯的 Plant cannot transport gases 哪一個部份要吸 gas,哪一個部份自己負責 然後,他就說,Block了 air exchange in root 所以他們吸 mineral 和 root 就炸了 Mary是對的,因為吸 mineral 是要做 active transport 特別需要很多Oxygen,才做到 respiration 所以Mary說法是正確的 Tom又說什麼? 他就說,Water absorbed cannot be transported to leaves 那就不會的,吸到都可以有transpiration 運到去的 因為Cyllum,其實是root的最內邊 最中間的交叉位 所以不會影響到,反而吸不到水才會有問題 最後,Cyllum不可以提供 mechanical support 令整棵山向上伸直 因為它只是拱固底的地方 上面的地方仍然可以倒下來 而且大家當時打風都知道 其實它的support不太穩陣 所以答案呢 我們會有很多的朋友 我們會有很多的朋友